昨天傍晚和今天早晨 继前几天的两道彩虹以后 台东天空陆续地出现了火烧云的奇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火烧云形成的原因 根据气象学上的研究报告 乃是因为太阳光受到空气中的分子 和无数漂浮的细小灰尘和水滴的散射作用所影响 由于太阳光早晚的入射角度较低 行径路线长 其中黄、绿、青、蓝、紫这几种光 在空气层里行走没有多远 就因为散射减弱而无法穿过空气层 最后只剩下红色及橙色的光可以穿越空气层 用它们减弱后的余光照射在天空中及云层上 将天边染成鲜艳夺目的红色 台东这周以来不但出现了两道彩虹 这两三天的红烧云更是装扮了原本蓝白分明的台东天空 昨天傍晚和今天早上的台东天空 就有这样的火烧云的出现 在台湾摄影网站上还流传着一则传说 要拍到最美的火烧云 都要等到台风来的前夕 那时天空中所呈现出来的云层 无论是色调还是层次都特别的丰富 而且不论这则网络的传言真实性是如何 这个礼拜台东连续出现了两道彩虹 以及这两天的火烧云 让台东原本干净蓝白分明的天空 又增加了更多的色彩 生活在台东真的是很有福报 看着天空自由飞翔的白露丝 您是不是也想到台东来分享 这样的喜悦与快乐呢?